好 集结了16位居住在花东地区的跨媒材艺术家 工艺师 即日起在岛人艺术空间举行岛谷支流新工艺设计特展 带来了石材 木雕 铸铁 陶瓷 编织等各式的媒材 呈现人与太平洋 左岸山海风光互动交织下孕运的独特创作 即日起展出到4月14号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岛人艺术空间首次以东海岸共16位艺术家创作者 从不同媒材 呈现太平洋左岸 海景 山谷 纵谷 平原不同风貌 展出各自的独特创作 日前举行开幕查会 多位参展者出席与观者交流分享 从石材 木雕 铸铁 陶瓷 编织和花草 树皮等各式素材 如何跨媒材 跨时代 跨族群 创作自身生命经验的作品 我们为什么要用岛谷支流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是身长在划脸 甚至在台湾这个岛上 可是要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的特色跟特殊性 是岛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你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人 那我们未来想要走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将大家的作品 还有你们的创作的理念 能够用为策展的概念呈现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在空间的物件并不多 可是我们有将近16位的工艺师和艺术家在这里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要是以东海岸的这16位的艺术家 那我们希望透过作品的不同材质还有工艺的设计 然后对于艺术品还有呈现我们太平洋左岸的这减条海岸线的风景跟人文的美 那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透过从大海到山谷 我们能够找到各地方的独特的色彩 然后也希望透过不同的创作者的不同的身份年龄 然后有能够在岛人空间做一个对话跟互动 岛谷之流的我们也主要希望能够透过太鲁格族语的Sembaro的交换的概念 透过创作者在花莲这块土地所获得的养分 来做一个创作的呈现之后也跟人们做一个交换 我们也希望引用这样的交换的概念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创作甚至在创作的重现过程中也将他们的独特性呈现出来 延续过去导人成功将艺术家推上澳洲英国美术展馆的策展经验 这次将新设计商品在线上展售 以为策展方式透过主题故事工艺设计呈现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线上 让更多创作者被世界看见 配合系列走读体验活动 期盼着有16位艺术家带领观者深入华联在地工艺 艺术风土人文多元文化融合的工艺新世界 接着长方艺术华临师报导